独通见论,曾言,惠帝之鱼,古今无匹,国阴已亡。 西近年间,太子司马忠虽地位高贵,却蠢笨不已,因其能力曾做诸多荒诞举动,其生平经历坎坷动荡,之后是感慨万千,揭开历史的阴影,这里是圣历史,欢迎订阅观看。 在中国古代社会中,自下朝以来,我国便推行着家天下的皇位传承制度,正因如此, 很多皇帝在选择继承人时,便会对儿子寄予极大的期望,为了能够促使国家实现更好发展,在许多皇帝在位期间会对儿子进行严苛的教育。 而除对太子的政治教导外,皇帝同样会重点关注太子的个人生活问题, 曾经,我国一位皇帝因担心太子不懂如何行周公之礼,便让妃子前去指导,可在这位妃子回来时,却怀上身孕,而此事也成为许多人眼中的笑量。 那么,这对皇家父子究竟何许人也,为何这位皇帝会让自己的妃子教儿子如何行周公之礼呢? 这位皇帝便是西晋时期的司马炎,而他立下的太子则是司马中众所周知, 在三国乱世当中,为、蜀、吴三族鼎立,可随着时局的变迁,最终,却是司马家族一统天下。 建立起西晋统治,公元280年,吴国被彻底消灭,司马炎手中的权势得以进一步扩张,而后,中原大帝便再度实现统一,从这一点上便能看出,司马炎的政治才能,绝非常人能比。 虽俗话说,虎腹无犬子,可通过了解司马炎所立下的太子司马中便会发现,他是一位极为蠢笨之人,在司马中成长的过程中,甚至闹出许多笑话,受此情况影响,很多人也对司马中有着较大的偏见,或许在很多人看来,司马炎完全可以更换太子人选,可受嫡长子继承治的影响。 即使司马中的能力较差,司马炎也很难更换太子,对于司马炎而言,他显然不能眼看着西晋统治在司马中手中走向灭亡,所以,为了保证司马中地位的巩固,他便为司马中选择了一位聪明伶俐的太子妃,贾南风,作为西晋时期的著名才女,贾南风名气极大,曾得到许多人的赞誉,但此女唯一的缺点便是相貌丑陋,正因如此,在司马中和贾南风结为夫妻后, 始终没能生下一儿半女,起初,司马炎认为,司马中和贾南风之所以没有孩子,很可能是因为两人不懂如何行周公之礼。 为解决这一问题,他便让妃子谢久前去指导司马中该如何行周公之路,在现代人看来,让自己的妾室指导儿子行周公之礼非常荒唐,可在古代社会中皇权至高无上,即使谢久心中并不情愿,可却不得不接受如此任务。 此后,谢久便来到太子府中,开始教授司马中如何行周公之礼,令很多人都未能想到的事。 在一段时间过后,谢久居然怀上身孕,当时谢久听闻贾南风生性善毒,许多妾室在怀孕后都会遭到他的虐待殴打,因此他请命回到后宫继续养胎, 十月怀胎后谢久成功生下了一个男孩,虽此事并不光彩,可毕竟这个男孩也是司马家族的血脉,所以司马炎也并未对此事过多追究。 在司马炎离世后,司马中顺利继承皇位,在这段时间内因贾南风大权毒揽,所以曾经为司马中生下孩子的谢久,一遭到贾南风的清算, 虽在司马中上位后便将谢久生下的儿子立为太子,可对于贾南风来说,因不愿忍受太子并非自己所出, 所以贾南风也开始谋划毒害太子一事,可令贾南风未能想到,在他将太子毒害后,八王之乱却随之爆发,致使天下无比动荡, 在这段时间内贾南风于混乱情况中离开人世,由于司马中无法力挽狂澜,因此百姓们也又一次过上了水深火热的黑暗生活, 从司马中上位后遭贾南风夺权的情况中便能够看出,敌长子继承制有时并不会帮助国家实现更好发展, 反而很可能导致国之发展从此走向黑暗深渊。 若是在西晋时期,司马炎能够预料到未来的社会发展情况,或许他也会力排众议, 拒绝司马中继承皇位为国家选定更加合适的储君,以此保证王朝的稳定基于古代此类统治悲剧事件的影响, 人们都能够认识到封建制度的种种弊端与缺陷,并总结经验教训,对此加以改正。 现如今,随着新时代的到来,封建制度已经彻底消失在我国社会中, 相信在未来的日子里,基于现代化社会制度的帮助, 我国人民的生活质量也将随之提升。 达苏武叔曾言,零虽孤恩,汉义复得。 人生在世 随之恩图报本是传统美德,意味世人道德底线, 然千百年间为谋求不当利益,忘恩负义之人, 却屡屡出现其失德之举,一遭世人唾弃, 人生在世,人品的好坏决定着我们能够过上何种生活, 一般来说,人品较好之人,普遍能够成为他人敬重的对象, 人品较差之人也将为自己的种种错误行径付出相应的代价, 但为了能够对自身的败坏人品进行演示, 很多人品较差之人也会想方设法为自己树立人设, 曾经,我国便有这样一位人品败坏的艺术家,他抛弃妻子。 出轨恩人的妻子,为演示自身恶劣行径, 他晚年时曾捐款上千万, 然而,他的捐款举动却仍遭世人质疑, 那么,这位人品败坏的艺术家究竟何许人也, 他又为何会做出诸多恶劣行径呢? 这位艺术家便是范增,出生于上世纪三十年代, 范增成长在文学世家之中, 这也使得他在很小的时候。 便对文学艺术知识产生浓厚的兴趣, 基于自幼接受到的艺术熏陶, 范增对艺术亦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 凭借着这一能力, 后来的范增顺利考入中央美术学院, 开始学习国画, 经过四年时间的努力,范增顺利毕业。 随后,范增被学校分配到历史博物馆的美术组中工作, 虽这份工作看似稳定, 可工资却非常低, 甚至难以支撑范增的生活开销, 在这段时间内来自多方面的打击, 使得范增郁郁不得志。 但在这段时间内, 其大学同学边宝华却对他伸出援手。 虽两人在读书时的关系并不密切, 可在边宝华了解到范增的情况后, 便打算出手帮助范增, 虽边宝华的长相并不是很好看, 可在边宝华不离不弃的支持下, 范增也逐渐对眼前这个女孩产生暧昧情愫, 经过一段时间的相处后, 两人便步入婚姻殿堂, 为了能够更好地帮助范增施展自身艺术才华。 边宝华也决定回归家庭, 在范增的人生中, 除曾得到边宝华的帮助外, 也曾有过一位恩人虚尊德, 无论在艺术事业或是个人生活上, 虚尊德都曾倾尽全力地帮助范增。 按理来说, 范增本应努力回报恩人, 然而, 后来的范增却罔顾恩情, 并做出勾引恩人妻子一事, 一次, 须尊德将范增请到家中吃饭, 再来到恩人家中后, 范增便对其妻子张桂云一见钟情, 面对眼前的靓丽女子范增抛弃的道德上的观念, 此后, 他经常为张桂云写下一封又一封的情书, 在范增的热情公式下, 张桂云亦无法把持自身情感, 最终, 两人双双出轨, 做出背叛家庭之事, 但只包不住火, 当须尊德得知这一情况后, 更是愤怒不已, 而对于边宝华来说, 丈夫的背叛也使得他无比痛苦, 随后, 须尊德与张桂云结束婚姻关系, 范增与边宝华的婚姻一走到尽头, 尽管在范增打算和张桂云结婚前, 其女儿表示反对, 可范增却并不在意女儿的态度, 而是坚持要与张桂云结为夫妻, 为了能够避免遭到他人的非议, 范增便为张桂云改了一个名字, 男力, 不仅如此, 在上世纪九十年代, 范增也带着张桂云前往国外定居, 从此过上神仙眷侣般的生活, 随着时间的推移, 范增逐渐老去, 但他在艺术领域内仍有着极高的地位, 而为了洗白自己曾经的种种错误举动, 在范增晚年时, 也曾多次为祖国捐款, 无论是非典, 汶川地震, 或是其他重大事件中, 范增都会慷慨解囊, 屡屡捐出上千万元的善款, 当人们深入了解过范增的人生过往后, 亦怀疑范增的捐款善举, 不过是为了洗白自己, 时至今日, 有关范增的争论仍未停歇, 在一些人看来, 范增不仅是一位才华横溢的当代艺术大师, 还是一位心地善良的慈善家, 无论其个人道德上有着何种欠缺, 都不能掩盖他在艺术领域 以及慈善领域内做出的贡献, 可也有人认为道德是为人之本, 即使范增有着过人的成就, 但由于其自身道德存在巨大缺陷, 所以他也应当成为世人批判的对象, 可以看出在我国人民的心目中, 道德占据着极为重要的位置, 相信在未来的日子里, 人们也将更加看重道德, 并以道德作为形式标准, 避免因自身道德的缺失, 遭到他人的批判, 前起夺魁后入职汉林院, 此后,他多次到顺天府等地主持相识, 并担任考官, 由于前起是三元吉地出身, 他每到一处, 特别是主持相识, 学子们都争相拜访他, 要一睹他的风采, 前起也非常谦逊, 因此很多学子都自称是他的门生, 乾隆52年, 前起被乾隆挑选到尚书房, 做皇子皇孙们的师父, 此时前起已经年过半百, 但他的学识特别扎实, 凡学子所问, 他无所不通, 当时尚书房总师傅是清代名臣刘庸, 他对前起推崇备至, 不过, 在这期间, 前起也栽了个跟头, 乾隆54年3月, 乾隆帝没打招呼, 就来到尚书房检查皇子们的课业, 不成想, 等他到尚书房后, 发现教室内竟然空无一人, 乾隆帝一打听, 原来皇子们整整七天都没有来过尚书房, 乾隆帝大怒, 将尚书房总师傅刘庸直接降为吏部侍郎, 而身为尚书房师傅的乾隆也被革职, 四年后, 乾隆帝被乾隆帝重新启用, 担任詹氏府又赞善, 从六品, 算是从基层重新做起了, 然后他再次重操就业, 到广东等地主持相试, 乾隆六十年, 升任汉林院士读, 郑六品, 嘉庆登基后, 乾隆终于迎来了人生第二春, 但他此时已经六十多岁, 经历大不如前, 嘉庆四年, 乾隆升任内阁学士, 兼礼部侍郎郑二品, 这一年他提督云南学政, 他到云南后病逝于云南, 享年六十五岁, 学成文武艺或于帝王家, 乾隆奋斗了四十七年, 终于考中状元, 他六十五岁去世, 在减去被革职的四年, 乾隆的仕途生涯其实仅有十四年, 六元吉地, 奋斗半生, 换来十四年的仕途人生, 其实, 在嘉庆时期, 乾隆已经进入了仕途的快车道, 无奈, 他的起步太晚, 后汉书中说, 大丈夫为智, 穷当一奸, 笔者写前起, 并非仰慕状元, 而是觉得他的人生足够多彩, 抛开前起所具有的封建标签, 他身上切而不舍, 潜心智学的精神, 还是值得后世学习的, 赵慧通过平定准嘎尔之战收复天山之北, 又通过大小合卓之战收复了天山之南, 天山南北, 共计约一百九十万平方公里的国土, 再加上蒙古和青海的部分地区, 赵慧收复的疆土, 约占清朝国土面积的六分之一, 后来, 清廷将赵慧收复的天山南北这片国土, 命名为新疆, 乾隆二十五年, 赵慧班师回京, 乾隆帝为赵慧举行了非常隆重的欢迎仪式, 不仅闻五百官都要到京郊梁乡亲营赵慧, 乾隆帝本人还亲自为赵慧签马, 从乾隆十九年经营准嘎尔, 到他收复新疆, 赵慧离京已有六年时间, 看到赵慧脸上的伤痕, 乾隆帝和百官无不动容, 因为他们都知道, 赵慧这六年在西北有多么不容易, 回京后, 赵慧被封为一等武艺某永宫, 着身为御前大臣, 携办大学士, 刑部尚书, 他的画像悬挂于紫光阁, 在紫光阁中排名第二, 仅次于复衡, 赵慧不仅是一位杰出的军事家, 同时, 他还是一位优秀的政治家, 赵慧回京后, 与刘统勋一起查办刑案, 又到江南勘查运河, 此时, 赵慧的身体饱受伤病折磨, 但他仍然为百姓奔走, 乾隆二十八年, 直立发生洪水, 赵慧代表乾隆帝亲自到直立视察, 他拖着病体, 查看海口, 疏通水道, 阵脊灾民, 等第二年, 他回到京城, 彻底病倒。 燕子春秋中说, 德墨高于爱民, 行墨厚于乐民, 一位军中铁汉, 在为国家立下赫赫战功之后, 又倒在了为民请命的路上, 乾隆二十九年十一月, 赵慧病逝于家中, 年仅五十六岁, 乾隆帝听闻赵慧的死讯, 非常悲痛, 不顾大臣们的反对, 亲自前往赵慧家中吊宴, 并参加了赵慧的葬礼, 赵慧被乾隆帝赠太保, 是文香, 后来配向太庙, 赵慧去世的时候, 他的儿子扎兰泰年仅八岁, 乾隆帝将自己第九个女儿, 和硕和克公主, 嘉庆帝的同母妹许配给扎兰泰, 立下婚约, 这对乌亚家族来说, 是莫大的荣誉, 也是乾隆对赵慧之功的认可, 乾隆帝在位长达六十年, 他自诩有十权武功, 十权武功的背后, 是多少将士用鲜血铸就而成, 乾隆时期, 傅恒, 阿贵, 赵慧, 海兰茶, 福康安五位将领, 对十权武功的贡献最大, 这五位将领中, 赵慧虽然去世最早, 但他的功绩不逊色于其他四位, 笔者认为, 在清朝, 对国家统一新疆贡献最大的两人, 分别是赵慧和左宗棠, 赵慧在前, 左宗棠在后, 二人功绩不相伯仲, 但左宫名满天下, 赵慧的名气远不如左宫, 这是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造成的, 实际上, 以赵慧之功, 如果放在汉唐时代, 足以和魏清, 李静媲美, 笔者写历史, 认为我们看待历史人物, 不要拘泥于他的民族和朝代, 我们应该看他对中华的统一, 民族的融合, 有没有做出巨大贡献, 赵慧以笔贴士起家, 在雍正朝崛起, 在乾隆朝登上战场, 又因机缘巧合, 带兵走到最前线, 他不是科班武将出身, 但在战场上的表现却非常惊艳, 他收复了清朝六分之一的领土, 为清朝统一新疆, 做出贡献, 为中华民族的疆域奠定了基础, 时乃我五十六个民族的千秋功臣, 罗素说过, 荣耀归于身经无数年代战斗的勇猛战士, 当代毒使人, 像如赵慧一样, 在无数年代中守护中华国土, 爱护中华百姓的勇士致敬, 再笔者看来, 彭时少年苦读, 三十二岁中状元, 他人生的前半段, 其实就是古代读书人所追求的正途, 他未官二十七年, 做了七年首辅, 在这期间, 他坚持正义, 坚持敌数刚常, 治理国家, 爱护百姓, 对抗宦官, 他的后半生, 也是古代式大夫所崇尚的正道, 一个前半生走正途, 后半生持正道的明朝明臣, 不值得名流清史吗? 荣子, 荣辱中说, 一知所在, 不清于权, 不顾其力, 意思是说, 一个坚持正义的人, 是不惧怕权贵, 不顾个人得失的, 彭时的状元, 身份并不值得骄傲, 但他一身正气, 值得他骄傲千年。